第1386集 神器是很厉害 可我更不能容忍一个敌视我的圣人活着 到了这地步还想活命 方平全力爆发 强行将精神力压缩 瞬间九旋被他压制得如同皮球 方平身上火焰升起 九旋被压缩的脑袋极为恐怖 此刻眼睛中露出了恐惧和绝望 放心 我还会彻底展觅你的本源世界 我倒想看看 人黄大人有没有能耐再次将你复生 方平冷笑一声 手掌变大 爆喝一声轰隆 天地为之一径 方平被精神力爆炸 炸得血肉横飞 却是不闪不躲 他没避开 谁知道避开了九旋会不会顿逃一缕精神力 非但如此 这时候方平再次进入九旋的本源世界 残破的世界 精神力被打爆 九旋已经要陨落了 可方平做事做绝 进入本源世界 持刀疯狂劈砍 下一刻 他自己的本源世界直接降临 轰隆一声将不大的本源世界直接砸得爆开 方平瞬间离开 天空中第一次苍穹彻底破开了 一条大道咔嚓一声崩断 血云血雨蔓延 迅速蔓延 这一刻 不但是地窟 金济海 连地球都是血云密布 血雨滚滚而下 两位上古圣人一天陨落 方平迅速斩杀了九旋 而这一刻 那边正在袭杀圆刚的天剑 忽然收回了自己的圣人力 袁刚重伤之下 大为惶恐 二话不说 迅速顿讨 天剑和方平对视一眼 两人相视而笑 方平淡笑道 我会在乎多一个圣人仇人吗 天剑 你格局太小 天剑故意放走了袁刚 双方阵营互换 方平这边 雨薇 风云 蒋浩 迅速回归 那边皱眉的林海 此刻也飞升而来 天桥和天素 也迅速赶到了天剑那边 天剑淡淡道 你以为人黄一脉 就一位圣人吗 你杀了九旋 九旋可不简单 他是人黄公女官之首 你可知 你可知 意味着什么 方平 你人族本就和人黄一脉有纠葛 本来 你们也许会成为一方的 而今日你杀了九旋 你当这人黄一脉 封黄报复你吧 何况 人间为人黄道场 一是定论 此刻 你连妥协机会都无 方平 你真以为你可以算计众生 顺势而为罢了 他给人间找了一个大敌 人黄一脉 和方平以后那是不死不休了 方平斩杀了九旋 这也是天素和天巧 之前不曾动手的原因 现在放走了袁刚 袁刚不会找他们报复的 只会找方平 方平吃笑一声 不屑至极 那又如何 天剑 你格局太小了 我说了 圣人不算什么 哪怕天王又如何 方平环顾四方 看到了飞速顿逃的那些圣人 忽然狂笑道 人族一里三界 靠的不是妥协 而是强硬 谁想杀我方平来就是了 你们敢吗 方平笑声震天 看向天剑几人 滚吧 杀不了我 那就老是窝在地窟 圆刚赶来 就逼回去了 天剑看看自己一方的圣人 再看看被仓猫缠住的二人 淡淡道 人王气魄如此之大 天剑自然不会再和人王为敌 放了他们 此战到此为止 天贵已死 你我也无需厮杀到底 方平玩味道 何必这么着急 我们双方圣人如此之多 何不干点大的 九皇吉道 还有不少势力在呢 神皇西皇南皇东皇 四位皇者一脉还没表态呢 北皇王巫 选择支持方平 灵皇一脉 岳无华正在出手 树皇一脉 龙轩正在出手 南皇一脉 丽无其现在还在被围杀 那位南皇门下没管 方平就不算他了 这家伙 能杀也给杀了 人皇一脉 圆刚吓破了胆 现在不知道顿逃到哪了 帝皇一脉那是真的强大 天剑这些人 包括帝皇神朝的这些人 也许都是帝皇一脉的 可怕的吓人 这位布局最早的皇者 和神教 红宇 帝窟 王巫 多方势力都有瓜葛 可以说 目前出来的这些势力 就属帝皇一脉最为强大 可惜内部也是乱得很 神教和帝窟好像不合 红宇和洪坤不合 岳灵算是北皇一脉 也不认可帝皇的人 要不然帝皇一脉的圣人 多得可怕 二王三护教 加上现在的几位殿主 以及天剑这几位 足以席卷三界的力量 这就是帝皇分身 指掌三界三千年的成果 其他皇者和帝皇没法比 天剑几人有些震撼地看着方平 方平玩味道 怕了 三界要那么多势力做什么 等着让人做渔翁吗 你我双方联手 还能怕了谁 你们连我都敢啥 还有谁不敢的 今日不听话的都给干掉 犹豫不决才是大吉 这就是我方平三年正道 圣人战里 你们却还是圣人的原因 方平语气冷漠 看向顿逃的各方强者 笑道 七皇一脉交给你们 你们在地窟 你们也不想和人分地盘吧 你们呢 方平笑道 我去杀南皇的人 好大胆子 立无奇是我册封的阵海使 他也敢插手 夺取水利神道 谁给他的胆子 天剑 是双强并立 还是逐鹿群雄 就看你的选择了 天剑看向其他几人 帝皇神朝的大都督 那位冷峻圣人 此刻深深看了方平一眼 很快平静道 撤兵 你我双方休战 既然此刻其他个妹没有恢复元气 那就斩杀他们 方平 本座倒是小去了你了 客气 方平闲庭阔步 踏空而去 很快路过苍茅 笑道 放了他们 苍茅此刻还有些呆滞 文言咕弄道 放了 那要是打你怎么办 再来一次 他未必有机会困住这两人了 方平笑道 无妨 助神使真学已经来了 谁 苍茅愣了一下 接着忽然大喜 兴奋道 助神使 怕老头 怕老头活着吗 耶 本猫要去找他打锅 打亏天镜 打好多好多东西 苍茅兴奋得不行 会打锅的老头子活了 总算可以有锅炖鱼吃了 怕老头 出来了呀 我要锅 我要铲子 你要猫公 这一刻 被围在死线中的两位圣人 脸色要变了 助神使 这么说 之前的三道分身是他的了 也是 能把分身玩得出神入化的 不是此人还能是谁 后方 跟来的天剑几人 也是神色凝重 一个个的 环顾四方 极为警惕 他们和方平休战 也和助神使有关 这家伙不但活着 还很强大 分身都有圣人级实力 太让人忌惮了 方平胡家虎威 笑得灿烂 别急啊 他不能出来 出来了 有人要找他麻烦了 得猫着才行 猫着 苍茅忽然拱着身子 贼兮兮道 这么猫着吗 方平无语 没说你 放了这俩废物 方平淡笑道 记住他们 回头让他们磕头赔罪 否则让天地几人 将他们扒皮抽骨 好大的胆子 谁也敢动 真以为三界乱了套了 方平眼神冰寒 扫了两位圣人 看得两人心寒 你们两个 苍茅一感动 昏腻味了 真以为林黄死了 两位圣人 愈加京聚了 方平冷笑连连 苍老圣人 不得不到 无等 并未为难苍弟 越想 越觉得苦涩 他俩真没怎么招苍茅 苍茅说钓鱼 他俩都陪着一起来了 啥也没干好不好 方平也不理会 踏空而行 笑道 劳烦雨薇圣人 风云圣人 陪我走上一遭 我倒想看看南皇一脉 是不是吃了雄心豹子蛋了 雨薇看了一眼 风云道人 风云道人笑了笑 踏空而行 开口道 燕王 真要出手 我不说假话 方平睁着眼说瞎话 笑道 杀就杀了 能奈我何 今日我正到绝颠 明日我正到地级 图天王 皇者在线 我正到天王 逆天图皇 有何不可 天地轰鸣 方平仰头看天 陡然骂道 劈死我试试 一群老不死的 还不知道在哪困着呢 以为我怕了你们 什么皇者不皇者的 有能耐现在出手试试 真有这能耐 还用得着等到现在 众人呆着 这家伙疯了 太可怕了 膨胀的简直要爆炸呀 他在挑衅皇者 事到如今众人也觉得 哪怕与皇者死了 肯定没死完 可方平就是挑衅了 这 要知道 皇者就是无敌的象征 真正的无敌 帝皇分身一出 镇压了三戒三千年 这些天王 一个不敢动他 这就是皇者 方平胆子也太大了 方平无所畏惧 他才不信 皇者现在会出现 真要还在 还会等到现在 当然 有算计就另当别论了 可既然有算计 那更不会现在出手了 为了几句话 坏了他们上万年的算计 这样的皇者 那就是蠢货 此时此刻 方平已经踏空而行 到了南六域海上 这时候 那边天剑 他们也到了 方平二话不说 探手朝姬红抓去 那边 帝皇神朝 大都督冷哼一声 也是一掌拍来 方平 你要在这 方平冷冷道 你以为我怕了 姬红胆子不小 我保你女儿一名 你敢对我人族出手 好大的胆子 话落 气血饱发 冷喝道 跪下赔罪 否则 今日再起圣战 也要斩了你 方平 天剑几人大怒 方平斩神刀出 哪怕对方圣人 再次多了两位 方平也是霸道无双 那就再斩 姬红 现在跪下 否则 今日拿你寄刀 姬红脸色铁青 他居然被方平 当着三界强者的面 强迫跪下 这简直欺人太甚 比杀了他都难受 玉海山方向 姬瑶也握了紧了拳头 方平声音宏大无比 他也听到了 他没想到 方平会这样 让他父亲跪下赔罪 那可是王庭的王 方平眼神犀利 不跪 那就等死 今日不死 十日内我必杀你 不但杀你 你姬家我必灭 继承了奇幻语的道 觉得自己无所不能了 别忘了 奇幻语命王 都是死在我手中的 方平杀气冲销 帝窟一方几位圣人 也是勃然大怒 怎能跪 方平这是在找事 难道助神使来了 众人也是警惕无比 方平忽然哈哈大笑 声震酒消 朗声道 这就是帝窟的王 可笑 人族宁愿战死 也绝不屈服 帝窟 小丑罢了 人族 本事 人族无敌 人亡无敌 这一刻 各域皆有大吼声传来 一股股气血之柱 震荡天地 太洁气了 帝窟大敌 今日被羞辱的连王主都如小丑 至于贵不贵不重要 重要的是 方平让他贵 姬红连反驳的话都不敢说 南六狱 唐风众人狂笑 对面却是军心动荡 一位位强者面如死灰 压制人族千百年 今日彻底败了 哪怕地窟无数强者回归 他们也觉得败了 人亡压迫王庭之主下跪 没人敢拔刀相向 那些圣人都在忌惮什么 换成人族 他们觉得 换成人族 绝对会反抗的 哪怕不敌 也绝不会让他们亡 受此屈辱 南八月南九月 所有的外遇这一刻 都是人族放声大笑 哪怕军力不辱对方 也是猖狂无比 嚣张无比 解气 真解气 被帝窟压制了无数年 战死了无数人族 今日 太解气了 人亡当众让王主下跪 无一人敢拔刀 这就是人族的霸道和威风 不敌又如何 我们骨头硬就行 一位位帝窟强者 都是面露悲愤欲绝之色 神庭军的大都督这一刻 也是面色冷峻 他感应到了一些情况 此刻 冷声道 方平 以利欺人 有失人亡身份 我是绝颠 方平淡定自若 同杰我无敌 谁敢说一个不服 同杰来战 三界我同杰最强 九皇四弟若是压制至绝颠 我也愿意战 方平放声大笑 大声道 三界 可有绝颠怨战 三招打不死你 我神王自绝于此 无声 这一刻 众人才再次记起 这家伙刚正到真神 哈哈哈哈 方平嚣张的无以复加 再度踏空离去 身后 无奎山几人激动的无以复加 纷纷跟上 纷纷跟上 下转的无以复加